總統創意文 今天是去中華基督教病院 替醫護人員加油 他也強調到加速理論醫療注射率 也要提升理論醫療重量 不過四三 南國轉接到負責病房 抗生率是降到三次以下 但是要開動南北北桑 有醫生就說 要提早準備醫療 降載 總統創意文是好 如果中華基督教病院 為第一頓醫療人員來加油打氣 以前一天行政醫療所經兆 再來到中南部 實際中央所協定的醫療疫苗很精采 曹生東也再次強調 在這裡加快醫療疫苗概率 也要來醫療提升 醫療醫療兩年 以指揮中心公佈 家庭所協定 隔離五萬級 不過停現北港男性的起死 以社會醫療兩年來說 全國專界 以及負責病稱所 抗生率還有四十三點八趴 台北區是三十九點二趴 北區和中區分別還有五十點六趴 以及四十六點五趴 不過南區的抗生率只有存二十八點八趴 甚至卡通南邊北上 有醫師表示 中北部的兩年是有夠 不過問題是要來進行醫療的鋼災 醫師因為 南區的專制北方 還要不夠 能卡通跨過的聯合機制 由中用來協調 不過也有專家建議 應該將新冠危險的傳染病典潔 為第五月來降作第四月 才可以索解到醫療的動靈 主人表示 無情雖然百百幾度 躺在下降當中 不過不是政體性的起義穩定 雖然在未來幾個月 可能會有條件 無情便不是降機的系統時間點 還是應該先行醫療 記者 中華 台中綜合報道 你會兒子的労力 可惜